欢迎收听今天的学地行车位 我是各位的买车大学长良谦 哈喽 我是阿嘎 哈喽 我是阿红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Podcast又来了 我们要聊的话题呢 我不方便说 满辛辣的 我满喜欢这个话题的 其实我想做这个话题 阿红都一直以常见人的概念 一步步引导我们走向被砸店的命运 哈哈不至于吧 好威心 这么严重吗 转到他身上看他还敢不敢在聊 对啊 没有啊就是 我把他照片找出来 要有一个角色不在镜头内 才可以这样唱所欲言 唱所欲言 往内互打 对啊 我们两个都在镜头外面 但是你就可以不负责任发言 就是所有的坏事都往我身上丢 他们会把我们绑走 我问说阿红住哪 哈哈哈哈 我一定会告诉他 我觉得全部底气都献出来 你千万别打我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就印两张我的履历 有人来找我 你就把履历给他 OK 去他家找他 以后你找他录Podcast 就变成你们聊别人 你就没事了 我就没事了 对不对 像上次南京那一集 底下一串骂我 我都没感觉了 OK啦 你也不知道你是谁 其实连阿红都是化名 对 其实我不叫阿红 其实我是阿明 阿明 对 其实阿红是女的 女生 他根本就不是男生 我们这个机器是可以变生器的 OK 大家都不知道 好我们今天主题是 BTD最近有一篇文章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那个文章标题是 12天前 请问有非8加9的车行吗 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说车行是8加9 可是我跟你讲是真的 因为我在做这一 加入你这间公司之前 我其实拒绝进入中古车行 你屁啦 我是跟你讲真的好不好 拒绝进入有那么严重 就是因为环中东路这一条都是 都是 不会啦 都是车行 都是车行 我骑车经过的时候 我很常看到一些 刺容刺风 或是一些平头少年们 会不会是我们这个行业 本身比较喜欢人体彩绘 人体彩绘 对阿 可能它是一种风气阿 譬如说喜欢穿鬼席的牛仔裤 车上老板都喜欢穿鬼席的牛仔裤 背一个单肩的背包 然后戴一个帽子 然后看起来 不说他是上老板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长得很像 那个刑事主在调查 那个抓毒贩的感觉 对 他们那单肩包都可以抽很多 合约书出来 包包的感觉你知道放很多 卡包里面很多钱 要尬金项链吗 对 金项链是必备的 那你怎么没有 其实我本来有 哈哈 真假的啦 我也有啦 好崩溃喔 最近黄金价格还不错 还不错我先处理了 先卖掉了 但是另外一种投资 只是我们车压 喜欢把行头穿身上 那个算投资就对了 买黄金应该算投资吧 其实我说你脖子上 挂一个金项链算投资 每个人结婚 不都有条黄金项链吗 结婚的时候应该都有金项链 只是你有没有在戴而已 对 只是说像我有遇过 有那个八两的 八两的 八两要多粗 比你的小指头 都还粗 比老二还粗 这个就好带喔 8Ks可以吧 可以 我们最近频道架子已经歪掉 这个比他你的小指 真的还要粗 真的超粗的 那脖子带的都肉都凹进去 对啊 那很重 那会驼背吧 超狂的 但是他们就是带得住 但是真的账很多欸 账很多啊 最近黄金的金家 我们是要聊投资 投资理财 好我们有请今天的来宾阿克力 没有来 大家好 我想聊一下 就是说 在我做这一行 我真的不敢进入中古车行 就是大家看到都是8加9 我上次跟子文下去苗栗啊 那个客人也说 他完全 不敢接触中古车行 他觉得里面的人都是 可能我觉得这跟之前这个行业的形象有关啦 因为以前我觉得蛮多车行都是做那个 我之前好像有讲过吧 就是做叫做欸 计人车 不是啦 汽车借贷啦 汽车借贷 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会入这个行 有一部分是因为 可能他本身有在借人家钱 后来借人家钱以后放款 后来有些人就是做一些职押嘛 这职押就是拿 物质的东西做抵押嘛 你说左手右手肾 不是不是 物质就是说你家里的手表啊 黄金啊 这些对不对 你是抵押品嘛 那有些人就拿车嘛 因为车的单价算高啊 对 所以后来有些老板可能就在做一些 汽车的职押 那相对来讲 然后这个人如果他不要这个车子的时候 是不是就变成 开一个车行来卖掉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 是因为有一点这种传统的背景下 所以导致大家可能都误解了 这算是误解吗 刻板印象吧我觉得 我觉得 刻板印象 我不会言 坦白讲一定有 我希望你们可以老实的面对这个题 很危险 我希望你们可以老实的面对 我觉得这个是跟之前 其实确实有些车行老板 就是说有一些车行 他们本身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那他确实就是本身 可能没有真的在认真在经营 汽车买卖这一块 他可能主要做的是放款 或是做一些 就是他可能跟 这个有点背景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 有些人以前早期 会很多人说车行的人 因为单价很高 所以这个 把钱拿去洗一洗的速度比较快 因为以前 洗钱 现在金管会 其实说是那你存一点多一点钱 他都问东问西了 所以其实已经 跟传统的那个 当年那个年代 时代的时空背景不太一样了 你去问那些做真的在做博弈类的 或是在做那种线上的 有没有 对 他们那些人也不一定要开车行才能洗钱 对对对 他们现在都已经用虚拟那个货币 虚拟货币 对啊谁还开车啊 那边那么高调 如果有人要用比特币跟你买车 可以吗 我看他卖多少钱 我还真没遇过 我满好奇 之前其实那一段时间 虚拟货币很高 在泡沫 这次泡沫化之前的 其实那时候很多 投资虚拟货币的人 报复的年轻人 然后他们拿出来 把钱换了一部分出来买车 因为都买超好的车 那如果现在有人拿两颗跟你买一颗 可以吗 两颗 两颗换50万的时候一定是可以的 一定是 因为那颗100多万 对啊 怎么可能 应该说其实大家已经认定 这个东西是有一点价值的 但是只是说 我觉得 现在来看应该说 已经不会有人再透过车行 来做这件事 对就是真的有比较少了 现在相对正规了吗 你觉得 我觉得相对其实来说 慢慢都越来越正规 因为其实大家都开始在意网络的评价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大家在买卖的一个正面的形象 所以其实 你说有没有人 可能做起来比较武 我们讲说 我们有分文 文厂跟武厂 武厂是怎样 就文 文武 文人 文人 就像文官跟武官 有没有 思维一点 我们思维一点 像我们就是比较像是车行 我们就拿着书的 我们是留言里面讲到的读书仔 对 差不多 武的就是拿着刀 对 官公也是有分 官公跟武官公 我加败的官公就是拿书的 ok 其他有些行业就是拿 刀的官公 我们其实中午上会有说 这个比较文的 这比较武的 不是这是你们自己在称呼对方 对就是大家会说 真的假的 就是他比较武厂 他也是这样讲 他比较武厂 就是比较武厂一点 就像你去夜场也有分文 文一点 有吗 有 我也是夜场 比较粗一点的 还有比较粗薄一点的 对啊 都有分吧 温度高低的都有 对 茶温如何 对对对 应该说我们这个行业是有这种 他不是说我们说他比较武 就是他比较黑道 倒不是有时候他可能他只是他的 鬼靠 或是他卖车的方式 他是 像有车厂老板的卖车方式 是跟你拌弄做兄弟 我懂了 那只是一个外表表象 呃他可能会吸引到一些 比较同频率的人 属于他的客户 对那我坦白讲 你有 你像我打鼻子 如果今天是一个 那个我们想像一下 一个竹科新竹的工程师 今天特别想来看一台 B&W330 一进去老板第一件事 来来来坐坐坐 冰冷街打下去 有没有 很好出 不是 不是 你不要 不要 他是模仿一种这种形态 这确实都存在 那个老板就直接 檳榔打下去 煙打下去 我刚讲接下来就是开酒 就直接打开了 旁边就拿两条出来 就是 酒就直接拿来喝 但他不是说我 因为喝酒就逼你签约 他就是 他跟你拉近距离的方法 是这种 这种就是所谓的无常 就是他会比较用这种方式 跟你去做 拌暖 拌暖 然后让你觉得说 不买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那文厂会比较怎么样 文厂的其实就是 一般 一般的买卖 你要看车 我就带你看车 我以为拿着汽车百科全书 就是他坐下来拿给他看 拿显微镜给他看 先交流一下 先交流一下 我们的话 就是聊一些车子的东西 要多 可能就是锁定在 这个 然后我们可能要不要 像我打比如 其实你说 像小师哥 他们这些 其实我们这些网路上 大家都还算是蛮文的 其实就是说你讲菜 真的会愿意那种 他们不一定那么喜欢拍那些影片 其实说实在 大家就是可能有一些 我们讲菜 我们是真的懂一些 真的有在跟他聊车子的部分 然后去知道他的需求 然后给他时间做决定 无常比较像是人情味 其实我说真的 就像你去买化妆品 女生是不是有 买化妆品的问题 有没有那种 就是你来问 他都跟你介绍 然后你走 他说好 没关系 你考虑一下 有一种是路边发给你 一发下去的时候 你一拿起来 就马上给你抓住你的手 我跟你说 小姐你皮肤不行 对 之类的 我带你改善他 你拿了我的东西 你就要感觉就好像 你就要买单 或者我帮你弄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是说怎么样 这个可以吗 然后你可能 不说不OK 我再想想 他就只帮你画一半 你无法说不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 像销售 这种销售模式 这种化妆品 也是有这种销售方法 那你说实在 大家懂了 原来这种 一般我们不会拿 你有被那种骗过吗 我不太会 我老实讲我被骗过 就是说你皮肤不行 我在新竹火车站 被暴如女装 暴如女生 拉着讲了20分钟 然后他把我带到小房间 太兴奋了 好兴奋 我那时候才大学 大学二年纪 没看过什么暴如 就花了16888 真的啊 花了16888 买什么 买了4罐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后来你妈去警察 去保你出来 我真的就拿了4罐 替小袋子这样走了 在脸上有被磕淫虫两只 没有啊 因为他就是一直讲 他就是一直用他的胸部 然后你不好意思拒绝 完全无法拒绝 其实有一种套路 也就是真的是这样 那其实他们是销售业 那我说真的 所以我们会说 有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一种氛围的不同 所以我们就讲说 他们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他们的人 人脉关系链啊 那其实有时候打个比如 像可能有时候稍微比较 认识的哥哥 喜欢砍人的 就会吸引到喜欢砍人的 你不要乱讲 我觉得八九应该说 看你怎么定义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就是你表现出来的一个形象 那如果有一些是可能 譬如说他们比较新宫庙的 那他们可能有在拜什么神明 那他们可能就会对神明是 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就好像你跟人家聊当兵一样嘛 你是陆军 或是陆军就可以聊一下 他是他有在拜 拜什么妈祖的 或是他有去参加一些镇头的 那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共同的语言 那我们像我们是没有参与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 不了解 没办法多聊 所以其实我打个比如 像有时候有一些 可能比较进口的那种 年轻人的车 那些年轻人真的来看的时候 我可能也很难跟他拉到一个 共同的语言 你很难跟他拉进一个 很密切的关系 对啊你看像我们 找我们上个月 这个月找我们买330的客人 他就是一个家庭客 然后带着小孩老婆 然后很开心的交载车 那这种人就是跟我是相同 完全相同的 通频率 那我们跟他沟通的过程 不会聊公庙 不会聊 不会聊那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聊 不是说奇怪 就是聊那些话题 我们一定聊就是家庭 然后聊说 怎么选这个车啊 这些就是很 比较贴近我们彼此生活的方法 就是安全座椅怎么装 装下去还有没有地方放行李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是说 因为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稍微会有一点点 我会问说这个后面空间可以放 几只长的几只短的 靠这个要在那个多少 这个厚箱可以塞几个人 躺的可以塞几个人 不会啦 不会这样 没有人这样聊 没有人这样卖车吧 对啦 其实这种 说真的你说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自己这样子经营下来 我相信大家听了我们好多集的Podcast 一定知道我们什么个型个色的人 我们真的都是常常接触到 因为他的销售模式 或是说我们就是做业务 就不断的在接触 很多各种人 就是买车需求 我们有遇过 像我们有遇过那种 只要我们买车 然后说他车子没有要开的 放路边 他们就放路边 然后要拿来 拿来偶尔用这样子 放路边拿来放东西的 你要很重吗 这种也有人重 站车位啦 对啊 站车位的 我听完我都觉得 什么意思 就是我很不能理解 后来我还去请教了一下 才知道 原来还有这样的 还有这种模式 对 像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也有那种中古车压 是弄得很像行车公司一样 都漆装笔挺 对啊 也有啊 其实也有 其实桃园慢慢 我觉得 时代在改变 其实整个行业的 也慢慢在提升 那我觉得 大家可能也要给这个行业 一点点时间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们像我们桃园是 整个中古车压 是非常非常热络的一个城市 所以其实大家会 热络 对 所以大家会有些人会说 来桃园买车是蛮可怕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我们的很多诈骗 或是很多这种 所谓的消费纠纷 那我觉得这个 无可厚非 因为我们的量 就是这么多 基底就是这么多 就是从业人口来看 或是从业店家来看 也确实是最多 可是我觉得这一部分 就是因为 整个行业走到有一点 慢慢要接近 已经开始已经在红海了 已经要到红海了 对 不是红海郭台铭 是红海厮杀了 对 那大家开始这种 过度竞争下 其实你会发现 车行就是很多 各行各社的风格 然后各行各社的店家 开始彼此竞争 你觉得有到内卷的程度吗 内卷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 但是增多周少的概念 是已经慢慢感受到 有了 就是说你一个客户在 网路上问说我想买车 下面800个留言 500个留言 全部都是车行业务 好吓人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 而且你有时候看一台车 搞不好就童间店的业务 不PO的 搞不好这五六个人在PO 那现在因为资讯来的真的很快 所以其实行业的这些消费者 也很比价的很频率很高 所以无形中其实 中古车价大家说 之前觉得很贵 有时候我自己现在在买 我慢慢觉得就是 因为新车的折扣 现在这个月开始出来很多 就是开始折扣越来越多 这半年 应该说这三个月 应该是越来越明显了 新车折扣 对折扣非常的大 那其实有一部分 你会觉得中古车价的车价 怎么一直都好像 还没有下修 不是一直都说会下修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概念就是当一个行业 过度的人都在从业 尤其这个行业它的车员 它的销售的产品 是从消费者手上买下来的 那这时候我们三间车行 我一间你一间他一间 一人加五千块 这个客人就一二三站 就变一万五 多一万五了 车价就垫上去了 就垫上去了 而且总会有人出更高 对啊 然后还有原厂认证 像我们今天沽的车子 有时候人家原厂 一出这个价格打死我们 什么意思 他出一个超天的价格 但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无从去判断 客人是讲真讲假 对 可是我常常遇到客人都说 我都会问客人说 你有没有给原厂沽过 可是客人都会怀疑说 原厂不是说估很低吗 对啊 这不是大家都大家都这样想吗 呃 其实应该讲说 也没有一定 有时候原厂确实是会估的低 有过原厂的 我没有遇过原厂的那个业务想要 就是跟你店 不是他就是 他想赚客人价差 所以他们搞不好 认证中午车跟他报的价格 他又减了一点再报你 像我们遇过比较多常见是这样 他不是原厂的吗 他是新车公司啊 他可以这样做 他想要减一点啊 所以他就跟这个 客人报的时候 他是报的低一些些 他虚报了 呃 往下报了一些 往下报一点 因为他想赚一点点的价差 所以有时候是这个资讯的 落差 落差在这边 所以你说真的有比较低 或是没有 我们不敢保证 不是说我用你都比原厂高一万 没有这样子 只是就是说 谁愿意买得到 那如果条件都对 车况都好 说真的 我们也愿意加一些 可是你看当行业的竞争 越来越多的人的时候 这个价格就会一直垫上去 对 所以就变得越来贵了 对吧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一个点 就是大家都 对中股车 好像有很高的期待感 就是希望说 这个行业 应该要做出改变 你们觉得怎么看 做出改变 在吗 是要选总统是不是 对啊 就是这个行业好像乌烟瘴气 它 急切于要做出一些 不一样的调整 或是期待政府出来接管 这种感觉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觉得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反正每个 每个频率对到的客人都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也没有觉得一定说 是怎么样 但我是觉得这个行业 因为本身的 这个历史的 就是这个行业 产生的严格来看 它大概就是一个蛮特殊的状况 所以其实你说 我们是不是希望做改变 我坦白讲 以我们这种正规的经营 当然是希望改变 当然是希望大家 对我们中股成长的印象 是越来越好的 因为这是整体的行业的提升 就像有荣誉感 或是说有仅以为傲 那我坦白讲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可以努力的 但是相对来说 你说政府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管制 或说说实在的 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是 考量到 因为中股成长的老板 都是拿自己的钱 去承担这份责任 那说真的 你的投资 还有规模 还有整个店内的 成本 等级 你要做到什么样的境界 在目前来看 我们都是以个体化经营的 标准来看 可能 会有一个gap 就是它会有一个落差 差距蛮大的 对 那我们又不像中国 他们是有点像是那种车城 就是好像一个shopping mode 然后一个大疆 一个台茂 华泰里面全部都是车商 那这时候你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硬体设施的时候 车商老板在进驻 他很快就可以把那个等级 做出那个感觉 他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 不会低于那个平均值 那我们的话 都是电头店比较多 路边的铁皮屋 或者是一些路边的空地的店面 要用货柜屋 用什么组合屋 那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好像 还是因为台湾卖车太简单 有落差 应该说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证照制度 对 这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法规好像对中午车这一块 都没有什么严格法令规定 应该说 对 没错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从业人员的一个标准 对啊 因为你看譬如说 你卖房子就要有什么 不动产经纪人 这些证照 你要合格才可以去做贩售 对 或是譬如说你有一些 因为你能够这样贩售的时候 你的工会才有约束力 对 那如果说我们像汽车的话 是不需要加入工会 也是可以开店的 对 所以他就等于说 是喔 对啊不一定要加入工会 真的 所以我可以完全不用加入任何工会 你等一下出去门口 门口白打来车 你就开车啊老板 屁啦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不用任何执照 什么都不用 我只需要定型化契约跟一台车 你不用定型化契约 我也不需要定型化契约 而且你也不一定要有车 我也不一定要有车 有些那个店 那个网路上放那个搭百台车 他骑一台车都没有 对啊你也不一定要有车 他照片都偷来的啊 所以我等下去路边放一张椅子 然后画一个纸板说 卖两 卖artist 如果有人来 路边不会有人 放手在网路上 等一下那个XX911打开 你就开个阿宏车库 你就把车随便乱上架 你就开始用Google 以图搜图 就开始 屁啦真的假的啦 然后有人打电话来 问你有没有车 就说有啊在啊在啊 然后你就可以 他说我可以看车吗 那怎么办 可以啊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但是我现在人在外面 待会再见 就之类的 然后就打给任何一间同行 找这台车 对 然后都给他带客人去看 对对对对 就这样差不多概念 所以就是这个行业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 难怪这个行业就很多人加入 对所以他就说 你可能有些人 可能学了一点点的东西 或是经验他可能就觉得 啊那我去外面开一间 自己的店就好 又不用给老板赚 对不对 我赚一台车的钱 就超过一个月薪水啦 是不是 干嘛那么傻 这完全是拼话术 对就是完全变成这样 所以就变成说 这个乱象一定会延伸出来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 我们自己在 像我自己是 从不是这个行业 进来到这个行业 应该说 我从出生 我家就做这个行业 对啊 到我念完书毕业以后 我去外面工作 然后再回来做这个行业 你就会觉得 这还很酷 不是很酷 就是觉得这行业 难怪会变成这样 难怪变成这样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他就是没有办法约束的 他一个三不管地带 没错 但我觉得现在资讯 资讯越来越透明 我觉得有比我们以前 还要好蛮多的 我觉得越来越好 就是整体的状况 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例子 或是遇到的纠纷 感觉好像更多吧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然后应该说 其实都有 应该说没有少过 只是说因为我们慢慢 好我们 你看像你可以听到我们 Podcast 或是你愿意听我们多讲两句 其实就是那些网路的形象 慢慢累积上来 所以那些慢慢以前我们 那些破事 或是那些鸟事 我们慢慢没有注意到 不敢做 不是我不敢做 是我没有注意到 没有再传到我这里来了 理解 以前我们在那个红海里面 厮杀的时候 这些破事都是常常发生的 不觉得吗 就是那些客户的素质 或是说这些客户 可能都已经被洗到脱皮了 他才来到我店里 所以我听他聊聊 我就知道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所以我看这文章下面 这个回忆吗 他说便宜的你就嫌他加酒 正派的你就嫌他贵 笑死 真的 他要这么唱干嘛 应该是说 有时候 对啦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提供 我这样讲 如果你希望这个行业 假如说你就对这个行业有所期待 我换个角度讲 你是不是要对 从业人员的素质有期待 对 那你对从业人员的素质 有期待的时候 我想问你就是说 这些车行老板提供什么样的 工作环境给这些员工 让这些员工愿意加入我们 而且要愿意学习 坦白讲这个行业很辛苦 他要路着天 吹着雨 淋着风 然后呢 晒着太阳 吃着火锅 唱着歌 咿的一声我就变 不是这个 是就是被 就是你要在那边洗车 顶着大太阳 顶着这种恶劣的环境 被蚊子咬 介绍车子 或是怎么样 然后呢去牵车 到辅去帮你服务 然后这些老板 他们可能只能用画大饼的方式 或是用这种 就是比较变形的工时 或是说比较奇怪的工作环境 去 吸引新人 找这些人来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加入我们 如果我是一个 有学历有背景有颜值有身材 然后呢有什么 我就去当网红了 对我就当网红 或是我去做别的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行车素质感觉就是很好 有道理 说真的啊 我说实在 你又长得漂亮 又亲切又大方 贪图又好 为什么不在新车公司卖车就好 对啊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 因为新车公司有一套制度啦 他们不可能用这些方式来卖车 对 就是说制度的面上面来看 他也是比较理想 所以真正那种 譬如说我正规想要去经营 经营汽车这个行业的人 他可能会先去新车公司 那等到他做了一段时间 他可能发现中古车有钱赚 他就来了中古车行 那这是另外一种 那如果说他完全没有经验的 或是社会新鲜人 你怎么敢进来这边面试 找一份工作 有道理耶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行业里面 我跟你 就是我interview的人 能不能跟你同频率很重要 他来一个正常大学生 进到一个车厂都吓死他了 真的会吓到 他怎么敢来这边上班 他连薪水没有发准 你发够钱 他可能都不敢讲 老板上个月 上个月 没有啦对不起 我去扫地 你看 所以其实你说 而且这个行业 你希望他们的素质越来越好 那无形中 这些条件 或者说工作的状态 也要越来越完整 他是 让他回归一个正常的职场 那这些员工的薪资结构 跟车子的毛利率 要在什么位置 这就是一定是最明显的 那还是说我找 用像很多 像我们说的叫打鸟的 就是他不用来这个车厂上班 他只要把卖车买卖 他就把他介绍到这边来 那他不会有什么服务 但他可能就是很快速的做买卖 他可以用很为力的方式卖掉 因为他不需要任何的风险跟承担 对 相对来讲他就赚快钱的 赚个三千块五千块他也开心 不会啦没有那么少 随便赚个一两万 对不对他也皮子拍拍 还跟他裤子跟他没事 对不对跟他没关系 所以这无形中你就你看 你像我们这些在网路上面做 或是说真的是希望正规去经营的人 他的管销很大 对 经营店面很大 所以我们又被嫌贵 如果被嫌贵的时候 我们服务还要做到好 那其他的如果要快的 那其实很容易 我觉得服务业感觉都是这样子 尤其像做餐饮都一样 你看那个路边那个夜市里面 卖小龙汤包的 跟鼎泰峰卖汤包的 就差很多 就是你的价位可以拉很高 可是你愿意买单 对 但是因为他有一套赤柱 而且他又很干净 但是小龙 但是我希望 我也希望我也可以在 很好吃 我也希望我可以在华泰名品车里面 卖车 然后买的很好 但是问题就是 好像这个行业还没走到这里 我们还要努力 还要努力 希望我们也要努力 OK 应该说希望如果大家有华泰 可能家里是开华泰 跟我讲一下 华泰小公主 请跟我联络 看有没有一些空地 那我比较好奇 就是像我们这一行 一般大部分人都是在做业务 卖车的 那大家应该最终的梦想 可能都是想要自己开一间店 对吧 那你觉得说开一个车行 就当一个车行老板 到底容不容易 就是说 是不是说像你刚刚讲的 直接阿宏 他也可以明天去开一间车行 其实 我待会就开给你看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虎口 台湾 为什么这个行业那么多人做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三五台车子在经营 然后他可能 钱也不用很多 一台车可能十五二十万 对 他加起来可能五台车一百万 对 他就 当车压老板 他就创业了 他就创业了嘛 然后对他来讲 车子又不会不见 他就停在那嘛 那他只要卖一台 赚个三万块 他就一个月薪水就有了 他成本 他这样子比开一间大谱还低 是不是 他就会变成说 他的风险是很低 他不用什么太好的硬体设备 那所以你说 为什么 话讲回来就说 为什么他 他这个容不容易 听起来是很容易 如果你只是要虎口很容易 因为一般人想说 我想投资创业 我搞不好身上没有很多钱 而且车还不会不见 你不行的时候 譬如说你这一百万车 便宜八十万处理掉 而且真的没卖掉 也可以拿来开 对 对啊 而且一般民众是不是对于那种十几二十万的车 期待会比较低一点 对啊 所以就风险更小 因为他跌不了什么钱 所以无形中 他的创业是容易 如果你这样想 当然是容易的 那真的有一般这样 素人出来这样经营车行 真的有吗 我蛮好奇的 超多的啊 真的假的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 这有些人就是在网络上面 买一台车然后卖看看 然后他就说 车行物 然后他就自己卖 赚到钱了 然后他就再买一台 再买 赚到钱了 这个就很像以前玩那个鞋子 有没有 就先抽到鞋子 然后来卖 赚到钱 那我开始去网上看 有些卖的比较便宜 我就跟他收来 然后再转收来 就是网络世代就是会有这种 慢慢会有这种 形态的生意出现 大家觉得说 这个 但如果说你今天 你这样的小打小闹的时候 是蛮好赚的 那等到后来他出来开店的时候 他就开始弄了一个硬体 就是我们要 一个店面 你大概打地 可能要几十万吧 对 对不对 然后你开始搭一个铁皮屋 像样的车行 像样的车行 你不要像样 就是弄一个很不像样的 也行 不用像样也可以 就是你就只有一个地板 再加一个货柜屋 你就已经觉得他很不像样了 再拉个招牌 就是会让人家会怕的那一种 就是一般 我们台湾的标准的话 那你就一个铁 一个货柜屋要不要20万 要差不多 20万还要装潢 要不要再花20万 10万再装个冷气 还要不要装个灯 对 对对不对 那其实就弄弄到100万去掉了 对差不多 然后这时候 100万开出完 还没有产品可以卖 还没有产品 对 然后你还要再买车 对 你要再花100万买车 对那刚开始可能 手上会有些车 但可能花个200万 300万买车 大概就又有一些 车子的量了 对大概就这样 那说真的你说 然后这时候你要开始 请员工 对员工负责 你不能自己来 而且我也可以自己来 可是你问题是一个问题 我们买车 我们坐车上的人是 就是 你开了一个店 你去外面牵车 你店是谁 对 请妈妈来帮忙 对 一般好像很多都是这种 家族企业 请爸妈妈来帮忙 以前我爸就是我妈酷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说 我去牵车就没有人了 所以这时候就可能 要坐計程车去 或是找一个朋友 朋友刚好来店里泡茶 对 通常身边会有一些朋友 就刚好很闲的 然后每次都喜欢来唱泡 然后说你陪我去牵车 就一起去了 牵车就把车牵回来 所以就变成说 如果你这时候开始请员工 你想要有更多的规模 的话你就开始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一台车利润大概就是这样 那如果这时候开始有所谓的 这个管销 基本管销开始越来越多 相对来讲就是 要越压越重 我记得印象中 以前有一个人来找你说 他想要在那个外岛开一间车行 对啊 我突然想到他后来真的开 他后来真的开了 他就是我们一个网友 他真的开车行 一个网友来找你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这个故事很特别 大学教授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 大学在恒春 然后恒春的那个大学 我忘记什么大学 后来收掉了一个技术学员 什么村的技术 河春技术学院 之类的然后就收了 那技术学院收了 他就没事了 他那时候 他是退场大学教授 他是退场 他有去澎湖 因为他家是澎湖人 然后他觉得 他去澎湖观察了一下 试掉以后 他发现 教授的风格 他发现澎湖的车行 普遍来说 比较旧比较老 他们觉得来台湾买车 会有利润 但他完全没接触过车子 完全没接触过 他好酷喔 他就开始试掉 然后他就上网找了几间 比较有名的车商 一间一间拜访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理他 但是我有理他 你有理他 他还有来店里 有啊 他就从澎湖 他就跟我表明他的身份 他是大学教授 他想开一间 车行 他也表明他的来意 对 大家不要听完Podcast以后 也来找我问 我现在比以前又更忙了 我现在有开放加盟吧 澎湖店 好不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想来这边看看 他就问我一下 他来的时候 就跟我请教了一下 大概做这个行业 可能一些美嘎 我有点忘了 但是一些美嘎 或是一些 他觉得这样子 是不是可行 就请你分享经验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 就是他的哥哥 是在北部做修车厂 他认为他有这个利基点 就是说他的哥哥 在北部做修车厂 所以他可以在台湾 整理好以后 再送回去澎湖 这个距离会不会有点偏 远了一点 其实你要想远 其实也还好 可是澎湖坐船 不是只有从嘉义 所以他就是把车开到澎湖 如果你今天要去金门 你麻烦多了 你还要上柜 对不对 他那个只要把车开到嘉义 就有人帮他开上去 所以他其实只要拖车拖到嘉义 在嘉义 有一些人是他们帮你运车的 运车应该到高雄 嘉义可能只能坐人 高雄台湾轮 对啦 我们今天就运过去台湾轮 他就送到那边去 然后他就有人会帮他弄上车 他就在澎湖接车 澎湖接车 后来他就真的做了这个生意 他还是继续做吗 后来我跟你讲 他更聪明了 他试掉以后 发现澎湖租车更好专 他好厉害 后来他开租车行 他开租车行兼 卖中午车 他中午车就变比较少 因为他发现租车 澎湖的观望人口比较多 所以租车的轮转率 未来又可以成为他的 这个产品 他是观光系教授是不是 不是他可能 蛮厉害的 也蛮有生意头脑的 所以他就是因为 他那一块地是他家里 自己的地 所以他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然后他就想说 那他就是兼得住 但他的规模不大 都是三台车这样子 然后有人要再找他找车 他就帮他去从 台湾找车 台湾找 然后再请他运这样子之类的 就是有一些方式 那这一阵子好像这几年 这半年 这一年一两年 好像没什么听到他的消息 因为这几年澎湖的旅游观光人数 掉蛮多的 应该说他还是有在做 我记得他还是在做 但是他好像 可能我觉得也比较疲劳 所以没有那么认真 在做这一块 但是生活绝对是过得去的 他其实本来就已经五十几岁 他只是在找一个 算处业吧 他说他想找一个可以回家乡的工作 他是这样告诉我 就是他想要回澎湖 这是他的出生地 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在澎湖 能做什么 总不能教书吧 也不是不能 只是说可能就选择少 因为有些人可能开民宿 他选择坐车是谁 他觉得车这个是 风险不是那么高的 他的想法是这样 还能有车开 对 所以其实他就做这个 所以我觉得满聪明的 我也觉得满厉害 所以后来就真的开 我也很愿意 所以他很 他对我是非常的 不敢讲感谢吗 就是他很 你帮助他蛮多的 对 很念这个琴 所以其实有时候他还是会私讯我 或是跟我聊聊 然后或是说 希望我可以去澎湖找他玩 我觉得蛮酷的 对啊 我觉得有趣 可以拍一集 那个人很酷是因为 因为其实那时候来的时候 我爸说他到底是哪位 我爸觉得带动很荒谬的状态 我怎么会有人来问你这种事情 对啊 有人说我想要开个车行 可不可以问一些问题 对啊 他就这样告诉我 好酷喔 所以就蛮特殊的 不过就 人生就是这样 就发生了 那我很好奇 就是大概 车行老板 分为哪几种背景 可能会有哪些 就有一部分就是 像我们就这样 就是车商二代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行业 大概在台湾发展 也已经差不多有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应该有 应该差不多 那就是在从台湾 七年级 六七年级的 就是七年 七零年代的时候 对 大概七八零年代 开始有所谓的 买车的这种需求 战后婴儿潮 那些人开始长大 战后婴儿潮不太久 战后婴儿潮 那些人变成买车的 我以为在讲民国三十八年 那时候 变成买车族群 对 那些人的时候 就是非常多买车的 吓我一跳 然后那些人开始 买卖车的时候 这个台湾的车市是非常蓬勃 所以到他们开始 就是我爸爸 他可以进行车厂这一代 然后到 他们现在退休了 是不是就是树立喜美 那个时候 差不多 就是我爸最后一台卖的新车 是Safiro之前 Safiro之前 330 331 331 那些 然后那些这些车子 然后 那个时候其实 这个是 就是像我是二代 然后还有一种 其实蛮多 我觉得是修车厂 修车厂 其实我有问过一些 在我爸爸那一辈的 车商老板 我问他们说以前是做什么 其实我都很意外 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是车商了 已经是车商老板 他很多是修车厂 因为他们早期都是在 做修车的 或是学徒 然后他们可能发现就是 有时候修好 就放在门口卖 发现这个车是有利润的 他可能修车厂转型 他就变成是修车厂 还有美容的 烤漆师傅 就是相关产业的老板 对 那可能或是学徒 那他可能以前是 细修柯搭 或者他可能是做喷漆涂装的 他可能就是在外面上班 然后发现 他可能有一点年纪 他可能觉得做这个很累 他可能想换个跑道 然后发现说买卖车 好像是可以 可以借促的 那通常会 会烤漆的老板会什么 会打蜡 他们会打蜡 因为烤漆要打蜡 烤漆的人要会打蜡 讲废话 不一定喔 因为烤完漆的人 有些他不知道 烤完漆要打垢 要抛过才会亮 不是这不是尝试吗 没有有些人认为 噴完漆就 噴完啦 噴完漆就是新的 为什么要打 其实噴完漆是误的 有点误 要抛过磨順 磨漂亮 所以打蜡 那打蜡的人 他们就会打蜡以后 他们就发现他们会整理车子 对 他们就开始做买卖 那还有一种就是像我爸爸是 新车业务 曾经是新车业务 对当时的新车业务 然后他可能就是 因为他有一些车员 因为早期 大概在地的经销商 就是新车公司的经销商 都是满在地的 就是说可能桃园是谁 就是某一些人 然后可能跟 Nissan做了总代理 桃园的代理商 然后台中的代理商 然后所以这时候新车业务 如果早期的资讯比较不透明 你没办法那么多 买卖车的管道 所以他们就是在台湾 跟这些人 就是在譬如我在桃园 那桃园的经销商 我以前在这边上班 所以这些的新车业务 都会把车 换车 旧的车卖给我 那我就有车员 就是有一个地域性在里面 对 所以车员很重要 以前能开车厂 重点是车员很重要 你买得到车 就是跟能卖有关系 就是你有这些人卖 你要有产品 对啊 所以以前 以前的车厂是10克3000 就是我们开一个车行 为什么大家以前 好 这又讲回来 为什么以前大家觉得我们很恐怖 因为以前车行 这个车厂打开 我们讲的是 二三十年前 就是我这个车厂打开来 然后我们这个车厂 其实主要来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是谁 是新车公司的业务 因为我们这些 新车公司的业务人 他们在早上开完会以后 他们就没事了 他们就一部分的人下来值班 一部分人就出去外面跑 那出去外面跑 其实他们以前的业绩都很好 他们也不用真的 挨家挨户拜访 其实他们就会有人找他们买车 所以他们要去哪里待 哪里混 他们晚上要去打卡 下午要回去打卡 所以他们就去车行老板 这边待 所以我爸以前 这个门一打开来 大概10点11点左右 就开始会有 这个新车业务开完会的人 来我们办公室 喝茶 喝茶聊天 吃便当 然后到3点左右的时候 就吃宵夜 开始喝酒 那 比较那个 大概就是这个生态就这样 然后到 如果有一些车上老板 本身比较喜欢 玩牌 开始打牌 开始打牌 打牌以后 就开始乌烟瘴气 就整间都要开始进香团 对 然后开始进香团 然后打麻将 打牌啊干嘛 所以大家就觉得 我看车上老板 怎么没人好像 比像开赌场一样 对 对对对 然后客人来就说 你自己看一看 你等一下看完 乖乖跟我讲 就是那个时候的客人 可能就是从外面那个小玻璃 看到里面 然后就是乌烟瘴气 人头转动 以前的人都是路边 骑摩托车过来走车 对对对对 然后难怪会那个刻板印象那么重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可能是这样 所以其实新车的 以前的新车公司 就说如果就算我今天是开 一般开车 我可能跟新车公司没关系 我也会希望新车公司的业务 来我这里做 来我这边 然后我就招待他们 请他们吃饭 请他们喝酒 也会就对了 对啊 因为他们有车员 以前那个资讯不透明的年代 车员都在他们身上 对对对对 这些人他们是换车的 第一个 首选 应该说他们就是 第一个接触客户的人 他们手上的客户就是 他们第一个来源 他们是第一个把关的 以前我们的车不好买的时候 就一定要靠这些 新车业务的介绍 他们从手中露出来 才会到你这边 应该就以前的新车公司 也没有在做中古车 所以就是新车公司 就是不管他们要换的 那台旧车怎么办 所以就是 抱给外面的车商老板 来买车 那个时候就看关系了 对 那我们的关系 就如果这时候很深 像我爸爸是找新车公司出来 他就是 会拉的很紧 把这些人都变成是 他们的条哈咖 就是看那个酒喝的多寡 对对就是交情 那所以其实 这就是一个状态 当年是这样 当年就是这样 现在网路世代了 所以其实大家你说真的 买车管道很多 拍卖场 或者是网路孤车 甚至是路边的人 或是说 朋友介绍 修饰厂介绍 这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 慢慢的形态也有所改变 所以除了就是 政府没有监管之外 其实我觉得 不用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对不对 说实在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 其实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很容易被价格误导 价格误导 就是在网路上看车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人性 会希望找到便宜的 引诱大碗的车子 这是很正常 但中古车上 我觉得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假价格的问题 就是低价刊登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是行业里面 最少见的 对就是说 各行各业都不可能有这种状态 对仔细一想 你顶多就是买房子的时候 他把坪数写了一些虚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说 要写到说 一千万的房子卖三百万 然后告诉你来的时候 变一千万是不可能 不可能 六百九十八万 你到那边 顶多就是加一加变成七百多 或者说他可能坪数灌一点水 对对对对 但是他不可能 变价 顶多把你买公司的算进去 中古车是三十万 去现场看变七十万的 那就是他用话数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那这件事情 但是你说 目前就我们很多的了解 其实真的很难 就是工部门给我们的说法 他说 叫做消费行为 消费行为 叫做 叫做他说 工部门告诉我们说 这蛮离谱 我觉得他们就说 我说这就是广告不实吧 他说 这叫做 他说因为真的去现场的人 他不一定告诉你是这一台车 所以他的标的物是无法判断的 不一定是 到现场不一定是广告上面看 那一台车 所以他无法认为这是一个广告 广告的那台车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荒谬的 我觉得是工部门甩锅 超扯 麻了我就很不爽 就等你选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被检讨 等你导证这个法规 不是我导证 就是说这件事情 就是本来就是工部门要用 不然工部门要吃屎 他们就是应该第三只手要介入 本来就是应该要介入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所以大家有时候 大家会被假价格误导 那我只有一个判断的方法 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买这个车 你先去查他的新车的价格 然后透过年份的部分 去做推断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你可以从各大的品牌网站 什么SUM SAFE TCBU 然后什么HART大联盟 他们上面的价格是有被管制的 那如果你在上面判断一下 他们的均价 再来在数字网站做均价的查核 我觉得会比较准确 因为我最近有学到一个新招 我觉得最准确 怎么样 招2000中古车 这是最快的方法 非常好加新 这是最快的方法 而且安全安心 我觉得可以问看看 就是说基本上 因为我还没想 车行是麻烦是说 我很难拥有所有大家想要的车 对不可能 而且我可能就这么一台 对对不对 那我真的讲实在的 我能够成为你 你能不能成为我的客户 或是我能不能成为你的Sales 我不一定能够保证 但是希望是说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能够找到适合你的 这我最近很有感 我们最近在直播 观众一直在问说 有没有什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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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都只说 除非我载库要100台 刚好没有 请你联络我 或说我真的有可能也卖了 对 那我说实在的 我不知道到底要摆 多少台同品牌的车 或是同样的才够 不可能 就像我们昨天 我们的Honda City 卖掉了 这个City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好卖的产品 那今天我有接到一通电话 他问我说车还在不在 他说他认为他已经很快打 电话给我了 可是已经卖掉了 已经卖掉了 才两三天吧 对三四天 Honda City大概三四天而已 大概三四天而已 大概就已经结束了 那就变成说我又找不到 我不可能找到一台 一样的Honda City 或是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运气那么好 买了五台16年的Honda City 我没有不是Honda 我希望我可以 但是就是有时候 中午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差别在这边 那我觉得 但还是不用这么害怕 对 就是说真的 现在慢慢越来越透明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代上面来看 我觉得大家只要在先做好功课 然后来现场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找评价好的 对 找评价好的 找评价好的 现在Google评价这么方便 对啊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说 也不是在像是说 以前那个资讯不透明的时候 那么多黑道老板 对 大家不要这样想 就算我跟你讲 真的讲说有一句话 我不是讲说 人家说你要做黑道老板 那就去做黑道 还比较好赚 对啊 为什么不去做 那时候在想 为什么你不去做黑道 做黑的就好了 对啊 所以现在很多黑的很好赚 所以他们不一定要开当老板 以前黑的不好赚 他们可能要开车 现在黑的很好赚 所以不好赚 好赚的地方都在六法全书里面 对嘛 他们就去做 就是做一些更好赚的东西 所以其实现在我认为不太会了 那大家都是在 只是说每一个业务的专业度够不够 有时候他可能就是 插在这里 这个业务本身怕负责任 或是老板自己不知道 那结果业务瞎搞一通 就搞得大家都很不高兴 我懂的意思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种 抛头露面的人 的老板 抛头露面的老板 那就是逃不了 逃不了 好不好 只能道歉 就是我们就尽量去帮 每一个客户都能够满意 好不好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 想再赚一点为力 有时候车子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大家 最完整的服务 但是车子的零件是非常太多了 毕竟还要生存 我还会做很久 小孩很小 小孩很小 阿嘎应该也会做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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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因为阿嘎那个 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人力都拉出去 所以阿嘎的最后默批的地方 对最后十分钟 没办法 他去了那个 有一个客户来找我们 特别从外线市跑来跟我们看车 带客人看车 这是你们工作的日常 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人 另外一组人去龙潭了 所以真的跑不开 不好意思 跟大家说一声 我把阿嘎跟他说 嗨大家好我是阿嘎 然后阿嘎 所以阿嘎说 不好意思我先离开 对所以阿嘎已经先离开了 那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学地勤准备就跟大家聊一下 希望大家对中古城正面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正面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要去支持 够正面的中古车行老板 大家就会往好的方向走 你要把一个标准拉出来 对也不用说 大家就会往那个标准去 支持就是说我去买两台 不是这样 就只是说 你可以支持我们 或者说你可以来看车 让我们感受到说 真的这样做是有帮助的 我们做正面的事情 我们这么努力的看待车 看待客户 结果做偏的比我们好赚 那我们干嘛 还那么好 做那么好 大家都是这样 你懂吗 有道理 劣币驱逐良币 良币都倒光了 靠那怎么会有好币 良币全部去转行 良币全部去做别的 对 对 譬如说拍影片 外面更难赚 更难赚 赚不了钱 还没有人要业配 真是可恶 真是可恶 我讲到现在 真希望前面有说 本集节目由 谁谁谁 赞助播出 真希望 帅了 没关系 大家还是听得开心就好 好了 今天的学历情人们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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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